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大佐阁下 山天局 听说你昨晚率队普空了 是的 但是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只是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会对海军俱乐部 进行袭击 对手非常狡猾 好 那我们就以不变应万变 我就在那个松本料理店 等候他们的出现 发现对方刑警后 立刻派人通知我 我会率队进行支援 是 小夏 你要的摩托车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太好了 为了这摩托车啊 乌海他们可没少下功夫啊 有了他我就有把握 把山田吸引过来 我一会要去一趟废弃工厂布置一下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 等我回来再说 谢谢你 龚哥 准确地说 这是我们欠你的 这么做都是为了还你人情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么帮我 难道你的上级不会怪罪你吗 本来就有命令 要击毙山田接二 只不过换了个方式嘛 怎么没看到一鸣啊 他今天报社有采访任务 一时偷不开身 事情忙完了 应该会过来跟你会合 好 一鸣要是知道你挂念他 估计会高兴好一阵呢 你说这共同局也真是够丢人的 说什么有中央讲话 害得我们一大早去了 结果草草收场 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快回去写篇稿子交差吧 好 易小姐 怎么了 唐小姐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易小姐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小夏 你能告诉我她在哪儿吗 她在哪儿 我怎么会知道 神秘刀客的新闻 报道记者是你的名字 那么多记者都在报道 又不止我一个人 你就不要再隐瞒了 我敢肯定 小夏她就在上海 也敢肯定你知道她的下落 你就帮帮我 我确实有重要的事情要找她 我一定会听到她的 她有什么事 她们在哪儿 我应该知道 她在哪儿 所以你不想知道 我们在哪儿 我们在哪儿 我应该知道 她在哪儿 她在哪儿 尽量抓活口 我要让那个刀客 生不如死 是 下去准备 是 我和一敏提前过去埋伏 你一个人行动 小心点 你们也小心点 我再叮嘱你一句 如果觉得时机不成熟 立刻取消行动 留着星山在 不怕没拆收 命头没有了 一切都无从谈情 你能这么想最好啊 走吧 我们该出发了 出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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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得手之后 我们就从这儿撤离 从这里通往哪里 外边河边的树林 你对这里的地形 倒十分熟悉 上海沦陷以前啊 这个地方 曾经是军统的训练基地 我就是在这儿 接受秘密训练的 怪不得 你会把这里 当作伏击的场所 时间差不多了 就位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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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怎么回事 前者追 快 快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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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出来 快 追 快 快 圣长 快 开 开车 快 开车 部队集合好了吗 已经中了 山天到底怎么回事 发现敌情后 为什么不首先通知我们 太师杀敌心切 好 情况不对 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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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枪 我要抓活的 手上一样可以留活口 是你们 我一直觉得你们有问题 你们开枪吧 你们中国人 只会暗箭伤人 从来不会正大光明地跟我们交手 还有你 张昆 我一直觉得你有问题 可是你并没有抓住我的把柄 落在我们手里不愿吧 好 既然你说了 那今天 我就要正大光明地打败你 就凭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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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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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走 走 走 搜查这所房子 保卫这里 全力搜索这里 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快 走 走 大阻阁下 发现一个下水道 他们应该从那里逃走了 带我去看看 是 大阻阁下 这里应该就是他们逃走的地方 马上寻找一下 下水道出口的位置 是 马上搜索 是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少废话 走 等一下 他在给日军留记号 这臭小子 没想到你还这么狡猾 这里离我们的隐藏地点 很近了 说不定日文人会发现的 或许不会 但如如此 我们还是做好准备吧 如果有请 我还不停 或许不会 太便宜了 我还不相当 你能啊 我还不相当 我们他们还不相当 你 在书上 你死了 有请 我还有 爹 小夏 一会儿他醒过来 由我来问他 你们竟然没有杀我 为什么 你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我们不杀你 是因为你对我们有用 想从我的嘴上套取情报 你没认为可能吗 我落在你们的手里 我只有一死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先批极致做结论 这死呢 有很多种死法 最惨的一种死呢 叫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中国古代有一种方法 叫做人质 你知道人质是什么吗 山庭科长果然对中国的 历史文化有研究啊 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你一定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吧 我是不会背叛黄军 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你应该先听完我的问题 再做决定 有的时候啊 能够体面地死去 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 你怎么办 风鸣计划 别 行 停 杀 杀 山天会长 你并没有说实话 我没有骗你 况且现在你们 已经拿到了黑龙辉的档案 你们都可以去印证了 青木执椅掌管的那笔资金 你们并没有找到 而是一直存放在渣打银行里 你怎么会知道 知道这件事情的 这世上不会超过五个人 那我就是第六个 关注那笔资金的 不仅仅只有你们 还有军统 我现在只求一死 就算你们怎么证问我 我也不会说的 你们并没有抓青木执椅 而是杀了他 所以 你们根本没有银行的密码 不要问他奇怪 我们知道的 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青木执椅 他不是我杀的 他是自杀的 为什么 那个傻瓜 他以为 自己连累了中国人 他是当着我的面子杀的 你为什么要杀害我的家人 你为什么要杀害我的家人 你到底是谁啊 夏家炎是我父亲 你为什么要杀害我的父亲 你就是夏家炎的儿子 没想到 竟然还有一条陆瓦之鱼 小夏 冷静 小夏 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该死 因为夏家炎 帮助青木执椅逃脱 这是我们风铃计划失败 他们死有余辜 不过呀 我当时没有在现场 听桥下车说 他们杀得非常地彻底 还有几个女人强烈地反抗 他命令他的手下 把他们的衣服全都扒光了 要杀了你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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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杀了你 小夏 静点 放开我 冷静点 小夏 放开我 小夏 他这么做是为了激怒你 好让你杀了他 你的目的 是问出幕后真凶 你冷静点 是啊 你要相信坤哥 让坤哥询问吧 小夏 可能 我 是 女 приб 看来山田的鸡某 已经被人发现了 前面肯定没有线索 但总可恰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平凡两路 尽快找到山田 是 上前他 给我走 你们的目标是轻木之一 为什么要对付夏家炎呢 告诉你也无妨 要不是夏家炎 轻木之一 怎么可能会背叛黑龙会的 也就是说 你们早就对夏家炎 有了报复计划 是的 他本来隐藏得很好 就是轻木之一的逃脱 所以才暴露了行踪 你就带着人去追轻木之一 而桥下车就去袭击了夏公馆 是的 你很聪明 轻木之一自杀 你们没有了密码 所以最终导致这个风铃计划 以失败告终 你们为了了解风铃计划 竟然敢把我活猪过来 你们很有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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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活捉你 是为了找到其他的杀人凶手 只要你告诉我幕后的主谋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没有必要骗你 好 那我告诉你 小心 不能了 火狗 我去 你看 快点帮手下 绝不能让山天活着 是 快点 哇 来 你 探索阁枪 扎平这里 探索阁枪 身体科长在里面 我收惯了 全力进攻 进攻 走 走 进攻 进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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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天君 大宋阁下 我们还是来瓦里布 对方是犹备而来的 山田君 实在不该这么自负 杀死山田建儿 为你的家人报了仇 你应该高兴才是 山田死了 寻找其他仇人的线索 也就断了 资料里 不是还有竹内秀夫的名字吗 既然山田建儿 对凤林计划如此清楚 那竹内秀夫 肯定也是主要参与者 光在山田建儿说 倾木之一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 才背叛了黑龙慧 这怎么回事 父亲从来就没有跟我提醒过 看来这件事情 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不 今天晚上要先各自回去 明天我们再商议之后的行动 大作客家 怎么办 看来杀死山田军的 应该是那个 神秘刀客 我们总是被神秘刀客所迷惑 今晚的敌人 是一伙训练有素的家伙 明明有枪 却非要用刀杀死山田 分明是想毁消我们的视线 这样的话 既然他们要杀死山田军 他们为什么要 费那么大力气 把山田军带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山铁客厂肯定对我们隐瞒了是吧 坤哥 彩儿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最近案子比较多 加班吗 找我有事 是啊 我 你怎么说 进来说吧 不用了 我 我就是想找小夏说点事情 我上回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我觉得你肯定知道 就是不肯告诉我 现在连我的话都不信了 对 我 不声 这就是那些少年 其实你需要 再多问我 是 benut刀她的 是否刀的 这就是不肯定 如果我们是相似的 是否刀免 不愿意 我可以找了她 他也未必肯听我的 那我还是自己找他吧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 好 大座阁下 您找我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昨晚山田课长英勇殉职 在新的课长到来之前 石道军暂时主持特高课的工作 山田课长英年早逝 实在太让人悲痛了 丁处长 要不是你们真机处无能 山田军怎么敢的 来了 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 山田课长殉职的消息 要严密封锁 对外教授 他奉命调回国内了 是 是 狄处长 你带人去昨晚 事发的废弃工厂 全面搜索一下 寻找一下有用的线索 另外这段时间 要加大打击 凡日分子的力度 正记处和特高克 要全面出击 任何有嫌疑的人 都要进行拘捕行讯 好意思 你们怎么来了 你看看吧 日本人宣称 山田接二奉调回国 其实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被杀的消息 你是记者 你可以告诉大家真相啊 不行 这样的话 一敏的身份就暴露了 让他们掩盖吧 反正大家迟早 会知道真相的 既然暂时没有仇人的线索 我想过几天 离开上海回南京 竹内秀夫 现在日本军方认职 我问他 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你决意要离开的话 我们不反对 那怎么行 万一我们得到新的线索 要怎么通知你啊 再说南京也被占领了 你在那边无亲无故 还不如待在上海 我们还有个照应 一敏说得对 再说了 我们现在 已经知道那笔钱 正在渣打银行 或许 或许我们可以 从那笔钱下手 如果对方知道 我们在打那笔钱的主意 也许幕后黑手 会出现也说不定 是啊 坤哥说得有道理 你就别走了 好吧 听你们的 那现在既然不走了 就不要在这个阁楼里面憋屈了 找一个好的地方安顿下来 这里挺好的 做什么都方便 你就别再坚持了 我马上去打听住处 等安顿好了 你就搬过去 小夏 如果有时间的话 抽空回去拜访一下唐野 这样的话 以后你就不用再多多藏藏了 这个以后再说吧 小夏住的地方就靠你了 我刚想起来 我屋子旁边好像空着 我回去问问房东 如果没有人租的话 我就让小夏搬过来 住你隔壁啊 这是个好主意 有话明说 别藏着掖着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以后方便联系 没有别的意思 有没有意思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这份心意 我一会儿去见梅战长 把山田接耳的事情告诉她 黑龙会的事情 你打算汇报吗 事情没有门目前我不想告诉她 我不同意 这个事情必须要汇报 这不是小事 说不定 还有重庆那边的秘密情报 你说得对 我听你的 对了 小夏的房租你负责一下 我一个记者 可没那么多钱 探长的工资也高不到哪里去办 你办法多啊 肯定有办法解决的 今天一天都没出去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大嫂这是什么话 合着我待在家里 也说我不对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以前成天见不到人 今天反而在家 帮我整理家务了 感觉有点不适应 那我不做了 你也那么不适 彩儿 水月 六叔 六叔 我大哥在吗 我去叫阿爸 他在佛堂呢 好 六叔 六叔 您是来找我还是找阿爸 马先生今天要走 他走之前想见你一面 他伤不是还没好吗 怎么这么着急走啊 估计是队伍上的事吧 老六 你找我 大哥 大哥 咱们上客厅里聊吧 好 刚夸他安分 又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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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可疑误品 是 你们几个去那边 是 那边 是 来 差不多就行了 奉陪他们收队 是 马三 走了 走了 快走